难道没有人觉得 一只手拿着锅饼 另外一只手拿着锅铲的翻炒 有一种 君灵天下的感觉 金岚的快递啊 是啊 他在那呢 谢谢啊 你好 请问是金萱导演吗 快递 女的 各位老师辛苦了 我是苏可兰 下顿吃什么公关部 新的负责人 给大家快递东西来了 等 等 等会儿 刚才那个电话是你打的 可电话里是个男的呀 是这样子的 快递小哥帮忙打了电话 还借了我这身衣服 我说今天是我朋友的生日 想给他个惊喜 请问是 金秋蟹肥 我给大家送了点蟹黄包子 他家用的呀 是阳城湖的蟹 三个剥蟹师傅手工开工 一天最多只能剥两百只蟹 蒸五十龙包子 这刚刚好了十五分钟 少了不熟 多了包子发黄 大家都试试啊 我求这包子能打着啊 别客气 我去下班 你过来吧 金秋蟹 你也尝尝 我不吃这套 大人商我已经找好了 你告诉余昊 不用缠人再聊聊了 刀 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吧 看完以后 如果你还坚持的话 我立刻就走